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由中国酒魂焚酒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故事会 我是老梁 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 给大家说了明朝四大奇案 按年代台最靠前的妖术案 妖术案就涉及到了有关太子 这个位置谁来继承明正暗斗的一些事情 那么在这样的事情过程当中 我们看历朝历代都不乏这种剧烈的争斗 而这种剧烈争斗往往演化成的一种高级形式 就是明刀明枪和案件并举的状况 比较典型的就会出现很多刺杀事件 咱们以前老梁故事会里边 也曾给大家说过一些有关高级政治人物 遭遇暗杀的这样的事 今天咱们说这个事 就是针对我们昨天提到的 明太子朱长洛的一次刺杀事件 而这个刺杀事件留给后人好多扑朔迷离的谜团 历史上称它为停机案 说什么是停机案 停 木则卡和一个朝廷的停 停机案是什么呢 说白了就是大木头棍子 这位停 停机案就是说 我拿这个玩意当做杀人武器 跟我们说就一闷棍 把你弄到这 这叫停机 这个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公元1615年 就是大明万历43年 这个万历皇帝呢 在位时间很长 48年 这个他在位第43年的时候发生这个事 这个事是针对太子朱长洛的 这时候太子朱长洛已经33岁了 住在皇宫里边 有这么一个跨院叫慈宁宫 慈庆宫 他住在这个院里面 所以有这么一天呢 就是说大中午过后 下午这时候 人到下午他都犯困了 这慈庆宫门口啊 两个太监在那看 平静 这怎么前面说这么热闹 这就算了呢 其实太子心里很清楚 皇上不愿意出发郑贵妃 他宠幸郑贵妃 而这个太子当这些年 他都知道 小哥们拎不过大腿 他不敢跟自个儿老子较劲 他自个儿爹把这个事推到他身上 他心里明白了 我得接这个 所以他说 这事算了吧 哪个大臣看不出这事来 谁傻呀 你们家事我参与了 张云昌李一短 撒蛤蜂无言 回头你们一家人好了 把我们调进去了 咱们平常朋友有在这上 想不明白的 比方说啊 你有个朋友 他跟他媳妇俩是吵架了 你呀 帮你这朋友到人家劝你 嫂子你就不对 我哥哥一天多辛苦 你说你的 把人老婆数了一通 转过天 两口都好了 其实说 你看你那朋友 什么玩意 对我这样 你朋友他可不是吗 我媳妇你这么说 你什么意思 把我们说离婚 你想干啥 他反而对你不满 所以咱们这朋友记住一点 人家里啥事 别惨 两口这玩意 床头打仗 床尾就好了 你算什么人呢 你是外人 所以这些大臣一看 想得很明白 太子都不吱声了 咱个人吱什么声 所以庭西安这事 就这么风平浪静就过去了 那么这个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很多人说 那不用问 曾贵妃指使的吗 在他这个指使之下 他下边贴臣太监 才干这个事 可是这种说法呢 不堪一击 这不像郑贵妃这种 智商高的 这个中国好声音 能干出来的 不像这 所以说郑贵妃 这有栽赃陷害的痕迹 那么除了郑贵妃 还能是谁呢 有人想到 太子朱长乐 这是太子朱长乐 有意设计的一个苦肉机 你看他要害我 所有的舆论 对自己有利 对郑贵妃不利 一下子把郑贵妃陷入到不仁不义的环境当中 所以有人说 这个太子有重大嫌疑 反正总而言之 这么一个案子 被皇上硬给压下来 谁再说什么都没用 围绕太子之争 这个挺基案 暂时就算告一段落 挺基案告一段落之后 后于压力 万历皇帝 让郑贵妃的儿子 远赴洛阳为王 以免祸乱朝庚 福王朱长巡到了洛阳后 大肆连财 那朱长莫登基后 会拿福王拍刀吗 福王的下场又会怎样 那么后来 结果大伙都知道 满朝的舆论对郑贵妃不利 有朝臣就上奏 尽快让福王到封地去 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人走了才消停 于是在庭建案发生之后 没多长时间 万历皇帝不得不命令 福王朱长巡 你赶紧到洛阳去 当然万历皇帝是真宠爱 这个朱长巡 给朱长巡在洛阳建兴宫 花了大概得有三十万两 比普通的皇子得高出十倍 而且给了他数不清的金银财宝 而且当地贩卖盐 这个权利贵妮 所以福王朱长巡 可以说富可帝国 甚至他拥有的钱 比大明当时国库都不差哪去 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 明末李自成奇 李自成奇从陕西杀出来 就直接奔河南 他奔河南干嘛 都知道福王有钱 如果把福王这拿下来 李自成的军费不就有了吗 但是这个福王太不争气 一听说李自成来赶紧躲 跑到外头去了 那也没跑了 李自成把他抓住了 人家别人宁死不屈 这福王见李自成 跪地就磕头 当然跪下挺费劲 他长宽一边高 当时李自成一看他 要是李自成狠的 突然想起个主意 来来来 把他给我脱光了 告诉那杀猪的 把他身上所有毛发刮干净了 指甲拔掉 干嘛呢 李自成想了一个特狠的招 支起一口大锅 在后园里边 找了四头梅花鹿 把梅花鹿杀了 扔到锅里炖 说炖鹿肉吗 不光炖鹿肉 把这福王不弄干净了吗 扔锅里也炖了 然后所有的将领 什么李延 刘忠敏 郝耀琪 田健秀 他手里这些 共同吃这一锅肉 这锅叫什么 叫福禄宴 不有鹿吗 这又有个福王 福禄宴 所以最后福王惨死 死到哪 被李自成给吃了 你听着挺残忍 但是你想想 这也是恶人有恶报 福王朱昌群 一辈子在世 没干什么好事 当然前面我们说 停结案之后 你看起来朱长洛 平平稳稳当上皇帝了 可当上皇帝 并不意味着 他天下就坐得稳 他是中国历史上 最短命的一个皇帝 当皇帝没一个月 就一命乌虎了 死到什么上了 有人给他进县 两颗治病的红丸 这两颗红丸 有人说 要了太昌皇帝 朱长洛的命 明天给大家接着讲 明朝四大齐案的 第三个红丸 二十岁策立太子 三十八岁登基 一生畏畏缩缩的 太昌皇帝 为什么只坐了 一个月的皇帝 就一命乌虎 突然暴毙 到底是郑贵贵 阴谋陷害 还是被呼唤阻离 失贵寒 深宫内又发生了 怎样的夺位和争论 老梁故事会 为您讲述 明末一案 完案 感谢您收看这期 老梁故事会 老梁故事会 是由中国酒魂粉酒 冠名赞助播出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